在能力、裁员、兵被拒无的情况下,清朝朝廷决心建立一支新式军队,五位军于1899年6月正式成军,是十九世纪末,清廷直接掌握的拱卫荆基等武装部队。 民将聂士承率领的武艺军为五位前军,诸鲁台与开平,五位前军是当时五位各军中战力最坚强,也是装备最精良的单位。八国清华时,五位前军在第一线,抵挡八国联军精锐,后方又受到慈禧制肘,同时还有拳匪袭击,内外加工。 五位中军由荣陆自行担任总统,是凤准赵默的新部队,原是凯新建陆军成为了五位右军,五位右军编制,完全依据当时德国最新步兵师编装,五位军编程后扩充了两次,第一次是在江北编组了五位先锋左右两军,第二次是在山东编组了五位右军先锋队,五位左军是宋庆的一军,董福祥甘军成为了五位后军, 因在1900年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,前、后、中军伤亡,溃散甚多,被取消了班号。